竹科竹南园区的IC封测大厂晶圆电子 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有民众向媒体爆料指出 有确诊者由苗栗警方压车 昨天晚间送到高雄一家被征用的防疫饭店 人数大约有一辆游览车 质疑北部医疗能量是不是在拉警报 才会再度启动北病难送 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林蒙桥今天澄清说明 晶圆电子的确诊者并没有送到本市的饭店 我们现在在高雄市境内 所有的集中检疫所里面的收容者 都是居家隔离者并没有确诊者 在这里跟大家澄清 我们高雄市境内的所有的集中检疫所 也是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统一指挥调度 此外对于高雄市三大园区 包括陆竹科学园区 男子前证加工出口区 为加强风险管控防毒疫情 卫生局表示将针对所有外籍劳工 依照不同风险等级做扩大筛检 希望在三天内设置完成筛检站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所有移工及高风险个案筛检 请楼下 再四 例子典银 家语